我现在是在辽宁省胡罗老市隋中县加倍岩乡啊前两天这边下大暴雨所以呢这边受灾很严重啊前面有很多的这个我受灾呃这个救灾的 工作人员啊就在前面进行救灾啊像无警官兵呢还有一些呃消防的工作人员啊然后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情况啊 呃最前边就是树后边这块就是加倍岩乡的乡村府啊然后前边这是一条河流然后最前边我拉个劲头就是这边有很多大树啊这边这边目前呢就是路已经封了它是不通的呃那么现在时间是8月22号中午的12点多一点点啊所以呢如果你们要是呃回村里边因为呃沿着前面这条路啊这条路往前边走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葱庄啊目前是进不去的也就是说如果 呃呃有很多人想回村也是回不去的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树这个大树后边啊目前已经封了啊然后呢呃呃那边呢是有很多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我们上个视频呢也大概看了一下然后目前呢就来看看这一块啊大家可以看到呃前面这条河在那天大暴雨的时候已经将 这块这条路啊已经冲毁了你可以看到冲成什么样子了啊 看看这边啊看看这边啊这边路全毁了看原来这儿还有这个啊堕墙啊现在这些墙也都呃这边的都已经没有了啊所以可见这个洪水的破坏力度有多大啊呃前边这边可以看到啊你看那些路基都已经腾空了啊非常的严重啊 看看 看看行我们现在直接去那边看一下吧啊这个桥看着没什么呃太大事啊然后呃呃沿着加杯盐香往这边走啊这边就是到市里边了然后沿着市里边这个方向的话 我看有一些像老车厂村还有这个东烧树村啊那边的村里边的桥梁上边啊就这个桥上边就类似这个桥上边有很多的这个树木啊这个枝条啊都在这个上面呢 但是这座桥呢目前来说啊看着是受灾不是特别严重啊我现在呢已经过了这个桥了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桥然后我刚才在这边站着啊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你看那洪水冲的是吧 呃呃这边这个塌了都哎呃哎呃我天呃这确实很恐怖啊呃然后这边呢可以看到这个路基你看看这儿这个围蓝吧算是啊你看看都腾空了哎呃我天呃啊腾空了嗯这个 百路到下边深度大概是在三到四米啊呃这个确实有点深啊所以你看看这个洪水你想想嘛这个洪水它怎么冲的你想想那洪水的多高吧 你现在现在水在那呢然后洪水把这儿冲成这个样子你想想那洪水多高多高哎呦我天呃真是不敢想啊这洪水大概应该上路了啊 你看看这个这边也有这个貌似是洪水流下的痕迹啊包括你看这个桥上面有这么多的这个这个淤泥也像是洪水已经上桥了啊但是并没有呃超过桥太高的高度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洪水呃淹没了这个桥都啊这个桥上面肯定会有很多的树枝啊这些的残渣留下啊但是目前可以看到这个树枝不是特别多 仅仅仅是有少量的水啊没过了这个桥啊然后在这儿我看见啊这有几个这个菌菇包啊为啥会有菌菇包呢因为对面这就是个香菇基地 但是这个香菇基地我发现这个质量还挺猛啊你看这个前面不是有很多这个玉米吗呃这个农村人应该也都知道啊你像我这是个赤裸裸的一个呃名正言顺的啊啊叫大名鼎鼎的一个农民表儿子啊农村人啊你看这个玉米它都倒了但是这个你看这个菌菇 房没到哎你看这个质量啊不错啊挺厉害啊而且你看这个路基对吧都成这样了然后那边的哼这个这个房子挺倔强啊挺坚固啊你看那边这个是吧都成这个样子了然后这个这个房子怎么会这么坚固呢是吧这个确实啊 小朋友们那这个就是加倍颜香啊呃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啊我个人感觉是非常漂亮啊有山有水啊东北这个地方来了之后你真的会很喜欢真的是有山有水我原来以为东北这个地方了真的是不好但是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东北这个地方很带死啊起码这个湖岛我个人认为尤其这个隋中县这个戳里边确实 很漂亮啊夏天这可以游泳可以捞鱼啊还可以爬山关键这个山也非常漂亮啊想朋友们那这个视频呢就到这咱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